陈查理的历史真玩馆 凭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 去文艺是一项是历史的主要功能 提醒我们不要忘记 历史女神名列九谬斯 历史从来都是文学的分支 历史社会学家很想挤进自然科学的行列 但他们从来没有一点成功希望 所以让我们放下深刻意义和伟大体系的自我膨胀吧 郭林的著作就是一部海客谈引路 放在富满洲阴谋和陈查理探案之间非常合适 与其内容相比 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显得过于震惊 读者很可能以为 此书大概是美国在中国的十字君子妹篇 其实作者只想讲一个好故事 中国皇后号本身就是一个童话性的主题 这艘貌不惊人的帆船犹如绿野仙宗的主角陶勒斯 天真淳朴而又充满幻想 正是土鳖杨基清教徒的写照 他穿上银鞋来到神秘的东方 出发的日期就颇有寓意 1784年2月22日 这一天是乔治 华盛顿总统阁下的生日 这一年是独立战争结束的第二年 战争起于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垄断 美国人一旦获得自由 当然要立刻赶往茶叶的原产地 纽约商人为这次远航筹集了启动资金 幕后策划人是独立政治的要角 汉米尔顿的盟友莫里斯 他希望通过出奇制胜的手段 打破英国的贸易垄断 为嗷嗷逮捕的新国家开辟裁员 以当时标准看 中国皇后号在运的货物都是奢侈品 皮毛 西洋参 胡椒和烈酒 价值12万美元 这在当时也是天文数字 我们不要忘记 1960年以前 绝大多数美国人毕生没有见过100美元以上的钞票 在当时的弗吉尼亚 价值10万美元以上的庄园非常罕见 年仅28岁的肖魏大班和43名水手从纽约出发 经大西洋 郝旺角 印度洋 驶入南中国海 这次撞举对强保中的合众国 无异于阿姆斯特朗登月 殖民时期 大英帝国将远洋贸易视为禁卵 美国水手开辟新航路 所冒的风险不小 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线 手头只有本国国会颁发的特许状 海上霸主是否承认他们有全燃止中国贸易 游在未定之中 即使列强承认 欧洲和穆斯林海盗也不会买账 基德船长横行漆海的时代并不遥远 阿尔吉尔摄政国扣押美国水手勒索赎金的日子 马上就要到来 这时的远洋航行和探险没有什么区别 1784年8月28日 中国皇后号驶入黄浦港 航程一万一千海里 历时188天 新条旗第一次在中国升起 可惜东道主完全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 不过 他们知道货物的价值 在十三行看来 西洋身仅次于贵笔黄金的吉林老山身 架客图运来的俄罗斯皮毛 是北京达官贵人相互炫耀的珍宝 质量还不如美国人带来的印第安皮毛和海赖皮 肖魏大班在他的航海日志中写道 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 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的宽厚 最初 他们并不能分清我们和英国人的区别 把我们称为新公民 但我们拿美国地图向他们展示时 在说明我们的人口增长和疆域扩张的情况时 商人们对于我们拥有如此之大可供中华帝国商品销售的市场 而感到十分的高兴 不过 这种优惠待遇并不是免费的 大清帝国尚在盛世 绝不肯为迁就蛮夷而歪曲他自古以来的神圣法律 验过拔毛 他们摆好架子 索取天价归费 肖魏接受中国商人潘振成的忠告 给海关办事人员送了赏钱 越海关很快 半个时辰 就投桃报李 给船员送来了两头牛 八袋面粉 七坛酒 毫不留南地准许他们开仓卖货 由此可见 只要祖国足够强大 洋人也并不是不懂得尊重东方文化 美国人这次出海始终心怀鬼胎 他们料想英国人出于嫉妒 肯定会从中作梗 然而若有神助 广州的英国人居然大表同情 英国人邀请肖魏赋宴 大谈英美合作 共同维护七海和平 中国皇后号受宠若惊 名炮致敬 黄埔港内的大批英国船只纷纷回礼 场面未为壮观 英国人的友好态度 很可能跟清政府的歧视和限制有关 当时威斯敏斯特严令远东的英国人不得反对清政府 他们有怨无处诉 自然倾向于将新来美国人视为潜在的同盟 如果地点改在西印度群岛 销魏大班预料的猜忌和竞争自然无可避免 仅仅四个月时间 十三行就把货物全部包下来 美国人曾经为自由贸易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开战 却对东方帝国更加彻底的垄断一言不发 他们是实业家 不是理想主义者 如果垄断贸易体制能够保障经办人的利润 他们就没有反对的动机 行商是讲信用的 不会让供货人吃亏 十三行肯定会抬高奢侈品在内地的价格 然而这样正好可以消费清朝达官贵人的灰色收入 实现东方帝国式的财政循环 现在该回家了 回城的货物同样以奢侈品为主 红茶、绿茶、瓷器、丝绸、肉桂、花布、漆器、牙雕 1874年12月27日 中国皇后号离开广州 1875年5月10日 帆船平安抵达纽约 船毁人亡是当时的正常风险 无惊无险实在是上帝的保佑 何况利润相当可观 37000美元足以在威廉斯宝座员外 在马萨诸塞办大学 利润率25% 显然远不及十三行官商 但以清教徒的标准衡量 已经够一丝了 这些异国情调的货物颇受上流社会的欢迎 华盛顿文讯购买了三百多件瓷器和精美的象牙扇 其中一支茶壶保存至今 湖上会有飞龙图案 华盛顿在湖上加印了新西纳提协会的标志 他本人就是该协会的会长 新西纳提为罗马共和国立下汉马功劳后 器官还相务农 华盛顿以此明智 再合适不过了 今天 这件真品仍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内 莫里斯声名大噪 这次成功奠定了他出任美国联邦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的政治资本 消卫大班及其同伴很快就准备再次出海 临行前 华盛顿将军送来一份订单 要求中国皇后好为华盛顿夫人购买白色大瓷盘 白色小瓷碗和好看的薄棉布 将军还以国会的名义 任命船长兼任美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 保护美国在华的侨民和利益 一时间 中国热席卷全美 1789年 马萨诸塞周诺福克郡甚至用广州为自己的市政命名 1790年 经营对华贸易的商船已经增加了14艘 贸易总额超过300万美元 中美贸易额仅次于英美贸易额 1793年 萧卫大班第三次赴华 不幸在归途中病逝 享年36岁 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小说 是和詹姆斯 米切纳的大比 早在独立战争期间 他就在炮兵团赢得胜誉 在广州领事任内 他在英国人与中国人之间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坚韧 新政府不承认领事的官衔和权力 坚持给予一幕的待遇 以中国事连做法要求他 这种尴尬的处境必定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纠纷 萧卫幸而早死 保住了中美友好通商使者的童话是美名 他的继任者一再无可奈何地 将和中国公民交给清朝衙门的野蛮审讯 渐渐倾向于联合英国人 给残暴而傲慢的半开化人一点教训 尽管他们刚到广州时 还有联合中国平衡英国霸权的想法 英国人有一种对付清朝的秘密武器 就是臭名昭著的鸦片走私 英国对清朝开战时 美国人顾胜仍然试图维护他们的原则 在广州的美国人 已经证明了对于中华帝国法律和公共权利的尊重 和英国人粗暴 不驯形成鲜明对比 上帝不会容忍我 是想与英国政府合作 支持贪婪和暴力 五年后 同一为顾胜代表美国跟清政府签订了旺煞条约 条约第33条规定 美国公民凡试图在没有开放对外贸易的中国港口 进行暗中交易 或者进行鸦片及其他违禁品交易的 将由中国政府处置 不受美国政府的任何支持或者保护 美国政府将采取措施 防止其国旗被其他国家人等滥用 作为违反帝国法律的掩护 问题在于 印度鸦片远比海赖皮毛来源稳定 产量丰富 适合大宗贸易的需要 新教徒的良心没有坚持多久 就跟腐败的旧世界同流合污了 在此之前 他们为搜集中国市场喜欢的皮毛 一直跑到南极 广州市场的海赖皮一度高达18000张 不到十年就无以为继了 他们砍光了夏威夷 汤家和斐济的檀香木 换取中国的茶叶 到1820年 檀香山夏威夷已经没有檀香木 可看 显然 从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看 只有鸦片才是茶叶的匹敌 贸易决定的 政治无力修改 大多数美国商人和他们的官方相反 暗中窃喜英国的胜利 无论如何解释 五口通商都是自由贸易的重大胜利 有利于自由贸易的 一般就会有利于美国 这个题材原本非常适合论证国际体系的演变 但作者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 他只关心有趣的故事 当然还有一国的风情和有趣人物 他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不深 描绘的人物总有蝴蝶夫人和神探陈茶里的味道 许多西方人如果没有参照路易十四的框架 就无法解释乾隆皇帝 不借助清教徒禁酒运动的思维 就不能理解林泽徐的禁烟运动 郭林就属于这种人 但他的故事却变得更好玩了 他描写美国方面的人物明显可信得多 却没有那么有趣 陈茶里探案和赴满洲阴谋肯定比百驾船 莫里斯船更好看 鉴于本书的优点主要在文学方面 而非历史方面 读者最好尽量放松 安详海客谈营的乐趣